我們剛剛主要看的都是來自網路上的 現在用您自己雲端硬碟上的 那我們剛剛跟老師介紹過 你現在雲端硬碟無限空間 對不對所以你也不用怕 那在這邊如果以我這裡來講 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可能其他的 我找到一個這個有沒有握得打 對不對 你點他兩下 預覽沒有問題這樣就看得到 好現在呢你要拿到他最簡單的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共用 就是這個取得 但是老師第一次傳上去的時候你說一定要先開共用嘛 因為預設的雲端硬碟是私人的 好私人的那你把它按一下共用 那你找到共用之後 首先要先按一下這個地方 因為您用的是學校的網域 這個信箱的話 他預設只分享給什麼 同一個網域的人 所以你共用 只有有登陸 Google帳號的才看得到 所以要麻煩你按一下更多 在共用這邊有更多 您看我們在學校裡面的 預設是這一個 就是只有這個網域裡面的人知道 您要把它開成就是 網頁上的 當然如果您這個教材您就要謹慎一點 我可以就是只開放給 假設我上課不是要給同學看 那你自己一定會登陸嘛 那也沒關係不共用也沒關係 反正你只要登陸庫頭帳號 一樣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這個地方你要把 如果以一般我的習慣的話我都會開成網路上知道連結的 請問這兩個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一樣都是開放啊 老師有注意過這兩個人嗎 不一樣 一個是搜尋情找得到 對不對 一個是搜尋情找不到 所以通常我們一般用 我大部分用這一個就好了 也就是說他能夠真正真實的知道這個連結的才能夠看 搜尋情就不用 不要跑進來看 這樣清楚 如果你覺得你貨出去了你就把這個打開嗎 這樣就是搜尋情不小心會找到 好我相信各位用 Google你就知道 他也可以找到office裡面的那個內容 因為他可以做全文檢索 所以你就要開成這個 好那以後如果萬一你的教材不想分享的 你就把你的功用關掉就好有沒有關閉 這樣的話呢即使OneNote有這個連結也進不來 也進不來 那你把它設定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設定好有沒有個連結 你就把它複製起來 我們來看 你回到剛剛這邊來 假設科普教育的我從這邊 新增單元 這個時候他就是屬於一種網頁 他也是網頁 雲端也是網頁 你把它按一下 除了除了 你就在這邊直接貼上 有沒有進來了 有沒有 當然其實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好像有一個東西看起來蠻熟悉的 如果你覺得我不要那麼麻煩 我想讓 OneNote就知道我的Google帳號 這樣最簡單 為什麼 你只要按下這一顆 就等同你打開雲端逆碟自己找 我剛剛是不是自己進到雲端逆碟上自己看 對不對 可是你要在OneNote裡面這樣用 其實也是可以 你按這個地方 有沒有 按一下 可是呢 因為各位 你是第一次用 所以他會跳一個這個 他問你說 你要不要跟Google的雲端逆碟 設定一下你的帳號密碼 授權他能夠存取 下面這個是 那個什麼 Google日曆 Karen的日曆 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跟Google日曆做結合 也可以 大部分我們 通常都是用雲端逆碟 所以您在這邊就可以直接綁定 綁定什麼 您的Google帳號 這樣 OneNote就有權限 你看 這不還原的 很恐怖 你就可以綁定說 我的哪一個帳號可以存取我的OneNote OneNote可以存取你的那個雲端逆碟的資料 這樣子打開的時候呢 就會像我在這邊一樣 就是他裡面就看到這些內容 你就可以自己從裡面挑 像這樣大家好像沒什麼感覺 從這裡 新增單元是一樣 你看 我用網頁 好現在你看 我這個是有綁定的喔 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打開我的雲端逆碟 然後自己搜尋 當然你要在這邊直接上傳也可以 就是我現在還沒有傳到上面去嘛 我就從這邊上傳 那你可以直接用 關鍵字搜尋 也可以直接用類型搜尋 我要找文件的 有沒有文件的才跑出來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了解的 好 你看這裡就有一個Word檔 點一下他 選取 請問有沒有不小心連預覽都進來了 還是你覺得 慢慢 弄會比較快一點 有沒有發現 連標題有沒有自動抓到 你不覺得當整合在一起做就是這麼美好嗎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從這邊有沒有叫管理雲端服務 右上角 就是我們 在這個帳號裡面右上角 其實你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從這邊設定也可以 那或者剛剛那邊一樣 你第一次按的時候他就請你去做設定 去做設定 如果你有綁定的其實是相對比較容易 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這樣就很單純 就很單純 然後是有沒有 比較有感覺了 不管你今天是 Office的文件 還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那個Google 就是Google雲端硬碟的 你看我直接找 這個文件類的 我用這一種的 我用這一種的 按選取 有沒有一樣預覽就在裡面 這是Google文件 在線上的 剛剛那一種就是我們的那個Office的格式 這樣已經清楚了 所以 您可以試看看喔 好不好 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怎麼樣去 存取那個雲端硬碟上的 那 未來老師如果有新版本怎麼辦 比如說我這個文件有更新啊 平常老師都怎麼做 如果你平常你的這個雲端硬碟上的 檔案有更新的話 你是會再上傳一個新版本 多一個新的檔案 可是你沒有注意到重複檔案就越來越多嘛 真的喔 所以你有新版本 請在上面按右鍵 不管是不是Office檔案或是一般的程式都一樣 按右鍵 老師有沒有用過一個功能 叫做 管理版本 沒有喔 平常老師如果像這樣取得共用連結 有新版本 我就再取得一個新的連結給你 你怎麼可以這樣害人家 這樣萬一他沒有 用最新的 一定他就拿到舊的對不對 所以用管理版本有個好處 我分享出來的連結都是一模一樣 你永遠 都會取得最新的 我用這個檔案不準 我拿另外一個檔案給你看 因為我有其他的 比如說像軟體我常在更新嘛 那常常在更新 好比如說我看一下錄影的好了 錄影好這裡 我有新版本 我就按右鍵 有沒有管理版本 按下去 你看我有沒有兩個版本 但是我給你的連結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只要進來 現在進來都會取得最新版本 但是我們用 學校的 這個版本有個好處 如果你是用免費的 就是我們一般Google免費版 他舊版本會保留30天 有沒有看到 這裡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用學校的無限空間 所以你舊版本會永久保留 他預設這裡有勾 有沒有發現永久保留 所以你隨時可以回到過去 萬一你發現 舊愛才是最美 有時候版本弄錯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不小心改錯了 結果我給你的是錯的版本 哇 糟糕 那以前的版本沒有備份起來 沒有人家麻煩 你就從這邊 把這個刪掉 有沒有 就可以拿 就可以回復成這個版本 或者你就直接保存了 你就直接下載 也可以 反正你隨時可以拿到以前的版本 這樣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 管理版本這個功能真的很 建議大家你要善用一下 這樣我不用給你 所謂的 不同的連結 我給你的都是相同連結 但是你下載的絕對是 最新版本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 我們一開始有跟各位講 你OneNote這邊 教材更新 為什麼 不是Google這邊雲端點 教材更新 為什麼OneNote那邊會改 因為 OneNote也是同一個連結 所以我只要改了之後 我OneNote是一併更新 因為他還是透過連結 OneNote本身並沒有儲存你的檔案 你不覺得我們剛剛在這邊 都是給他一個超連結嗎 有沒有發現我們都是給他一個網址而已 或是選一選嘛 他並不是把檔案存到OneNote去的 還是在你自己的雲端連結上 所以你可以先透過這個方式先試看看 好不好 拜拜